山土二峰台继续持续在增加京都 这三岁两天就专属中度峰台 京都更可能达到中度峰台的上岸 去享受仗位台湾 行政官都 各有边东地区 各国向华部就向峰台进步 台风在登陆以前都会以极强的中度台风 甚至如果环境更支持它发展的话 不排除也可能是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 甚至到星期三上半天 会往我们南部落地登陆 台湾行政官都会有边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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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土二峰继续持续三百岁 白日会半天会专与北边 有高的维高兴边东一间停留 随着华位团流越少越近 好会越晚越明显 台湾也会拆着两半 当西部不一样 既然巴海华丹波地区 高兵山区有更多性大 华丹行政官都会出现得不大 向北转的位置 比我们目前的官方预报 还在更偏稀一些些 这样子移动上来的台风 因为对南部地区来说 没有任何屏障 所以台风它中心很完整的结构 不论风过雨 都会直接影响到南部地区 山徒而勃勃 tweaking 南苏已经关切到 七公羞的应馆 台湾四公羞 onekin 方太中心的所在 有六支飞築而情 留底准路路也越来越ọt 在南苏十几次十几次 过夜进准路 行出百度的交集 当他保信 early 和朋友圈面 巴士海峡和台湾海峡 都是属于这样子的 风力的范围 風太越來越近了 已經有百分管制 三部停班停庫 也提起大家 做好方大家的準備 謝謝新聞 台北報導